各位好, 經過了三集的密聯網入門和應用 應該都對我手上的Nuke Dam CEO 有一定的認識 簡單來說, 它只不過是一塊有Wi-Fi功能的Arduino 所以如果大家對Arduino編程有經驗的話 很多原本用Arduino來驅動的項目 例如Arduino車、船、機械人等等 只要配合一些Blink的運用 馬上就可以連接到密聯網 變成可以通過手機來控制的項目 但正如上兩次我們講解怎樣用Blink 其實我們是用了Blink的優勢 使我們幾分鐘之內就可以編到一個密聯網的程式 但究竟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不用什麼Apps 都可以達到密聯網的效果呢? 今天我就打算反撲歸真 教大家怎樣用Nuke Dam CEO 來建一個Web Server 只要我們做到這件事 就無論你用手機、電腦、iPad等等的裝置 都可以通過互聯網來控制它 提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都喜歡風琴奇俠卡洛斯的頻道 請按右下角訂閱 如果想第一時間接到新影片的通知 請按叮噹 亦都歡迎大家按讚和留言問卡洛斯問題 跟以往一樣 我們先來準備Nuke MCU和擴展板 方面我們在編好程後 直接用針腳來控制外面的零件 首先將Nuke MCU通過USB連接到電腦 連接好之後 打開Arduino編程軟件 我已經將程式寫好給大家 由於真的太長 我會將這個原碼放在Info Bar 大家可以隨意下載 這麼長的程式 我只是解釋一下重點 首先一開始 就載入了8266 也就是Wi-Fi的程式庫 這兩腳SSID和PASS 就熟口熟面了 其實就是給大家輸入的網名 和密碼 就是有Wi-Fi server 和變數的設定 好了 來到Setup 主要是什麼來的呢 主要是設定D0和D4 兩個內置的LED 而這一段 就是將Nuke MCU連接上Wi-Fi 而連接到之後 它會在Arduino的Serial Monitor 顯示一些資料 這裡很重要 因為連接了之後 它會顯示IP Address 的資料 而一會我們就要靠這個IP Address 上網 進入去Loop主程式 主要就是讓我們設定的Web Server 去接受一個新客戶 如果真的有新客戶接進來 就看看它有沒有什麼指令 大家可以在以下這個網頁 找到一般的HTTP的指令 例如GET POST PUT 等等 而這一段 就是 當接受到 有GET的指令 就看看 究竟是GET了什麼 GET了D0 ON 或者D0 OFF D4 ON 或者D4 OFF 而GET到適當指令 用DigitalWrite 去做相應的動作 來開關D0 和D4的LED 接著這一段 就是有關網頁的 一段就是HTML寫成的網頁 曾經寫過HTML的朋友就會看得明白 像Head Style 等等 這些都是網頁設定的一些 語句 可以用這些語句 來更改 一些網頁的字體 以及一些按鈕的顏色等等 一段就是網頁的標題 在這裡看到網頁標題寫著 SJMakerspace NOTEMCU Web Server 至於這些就是 設定網頁標題的顏色 背景顏色等等 這裡主要就是 真的有兩個按鈕 會顯示在網頁上 讓你按鈕 程式大致上都是這樣 現在我們按這個按鈕 在這裡連接了這個 Web Server的IP address 所以我們就來到 Tools 的下拉功能表 找Serial Monitor 我們曾經在 Arduino 控制 LCD 顯示屏 那一貨 就用過一次 Serial Monitor 其實它就是一個 直接跟Arduino 溝通的一個視窗 很多時候我們用它來做 Debug 即是隨從 大家看到 Program裡面 我們設定了Bout rate 是115200 所以在Serial Monitor 裡面都是設定115200 現在我們按一下 Hard Reset 你就看到Serial Monitor 裡面出現了一些資料 好了 看到嗎 IP address 是192.168.2.15 我們這個土炮的Web Server 每一次開了 可能IP address 都不同 所以關機再開 我們就要再檢查 新的IP address 好了 現在我們知道 192.168.2.15了 我們隨便開一個瀏覽器 就將 192.168.2.15輸入 按Return 好了 你就會看到這個網頁 而這個網頁 正正就是剛剛 Arduino的程式寫出來的 你看到 有個標題 SJMakerspace NodeMCU Web Server 這個標題 也都看到兩個按鈕 對吧 大家可以在網頁上 按右鍵 就可以檢查 網頁的原始碼 如果你看這個原始碼 再比對 Arduino的程式 你就會發覺 其實每一句 都是Arduino寫出來的 如果你 小心比對 你懂得修飾 例如你不喜歡 這兩個按鈕的顏色 待會你就可以修改 這些 好 我們回到網頁 現在 還未按 兩個按鈕 是灰色的 我們現在試試按D0 這個按鈕 變成綠色 而D0眼燈就關掉了 如果大家記得我們之前說過 內置LED的狀態 是跟編程光很相反的 我們再試試 按鈕 反而是關掉 Off 反而是關掉 D4也是這樣 我們再看看顏色 綠色和灰色 其實就是剛才 網頁原儲碼 定了 219900 其實就是綠色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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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灰色 剛才我們說過 當這個Web server 成功了之後 不單止 用電腦可以做到 就算你用其他的裝置 只要上到這個 互聯網就可以做到 我們打開手機的瀏覽器 在這裡輸入 192.168.2.15 你看到這個畫面 而剛才畫面 設計上是在電腦和手機都可以 充滿 控制上面 一樣是沒有問題的 大家可以見到 今天所做到的事 真是相當好玩 可惜還是有少許限制 因為大家剛才也見到 我們上這個Web server 是用IP Address 主要原因 因為我們這個字鍵的Web server 如果你想像其他網址打入 http colon 斜線斜線 carlos.com.hk 你就要自己去申請一個DNS 例如去到這個 noip.com 可以申請一個免費的來用 申請左右設定好 你就真的可以打一個正常的URL 進入這個Web Server 今天的講解到此為止 有興趣的可以在下面 演放吧 複製程式來修改和使用 不用問過我的 記得加讚和評語就可以了